好 各位記者女士 先生 大家好 那我們首先跟大家報告 今天的確定的病例 那今天總共有本土的病例 有18名 那居隔檢驗是陽性的有9名 那當然另外還有4名已經知道感染源 所以總共是有13名已知感染源 那有5例的 關聯不明 那仍然需要做相關的疫調 那境外移入的是6名 那死亡的個案有4名 那以縣市的分佈 那台北市有7名 新北市有6名 基隆市3名 桃園市2名 那近來的個案還是集中在北部 相對是比較多 那雖然個案數少 雖然個案數少 那我想應該要 把相關的疫調能夠做得更完整 做得更完整 那確實整個趨勢圖來看 那情形還是相對的 疫情應該是可以控制的 疫情應該是可以控制